他们提出八条 我这要三条就做够了 看来你们很兴急啊 打算什么时候在和谈书上签字啊 这是蒋介石既当右立的标准名场面 敢下命令不敢担责任 想定调子又不敢承认 这更是民国丑陋官场文化的真实写照 要学会神通上译 要学会背锅担责 更要坚持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 领导最大说啥就是啥 先强调你们信急 再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签字 你就得明白领导的意思了 谈判进行了太快 我不满意 所以你就得懂事了 你就得如此回答 大主义得委座呢 什么时候签 领导说了算 只是这种事情 领导怎么可能给你明确指示 来看领导给你的答案是 时间是个宝贝 重庆八月过来以后 就越谈越凉爽了 这里有峨眉山 山苏池 都江燕 都不算远 天府之国嘛 岂能让毛泽东他们 都尽兴而返呢 意思非常明确 那就是尽量往后拖 尽可能为战事争取时间 什么地主之仪 什么待客之道 不过是拖延时间的小把戏 小心机而已 只是领导的意思明确了 你又该如何回应 这般回应 天生明白了 尽量拖着它 来听听领导又会怎么说 我讲过拖了吧 牵扯到责善 牵扯到骂名 你怎么能强调这是领导的意思 这个锅要主动背起来 只能是你的个人理解 绝非领导的真实意图 万一将来事情败露 你让那个领导如何自处 至于拖时间的理由 蒋介石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私下和毛泽东会晤过几次 不用乐观 他不是来扶手称臣的 蒋委员长似乎忘了 是你主动发出了和谈的邀请 美名其约 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我们和你谈 你又觉得不容乐观 非要逼着俯首称臣才满意 既当又立的模样 站露无遗 于是蒋介石便改变了策略 主动一个拖延时间 提出了极为苛刻的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不得与现在政府发统之外 来谈改组政府 第二条 不得分期 我绝不得解决问题 必须限制整个的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条 归介于政令军令之统一 一切问题 必须以此为中心 他当然知道我们不会接受 刚知道我们会严重怀疑和谈的诚意 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同意就一直谈 一直拖到阎西山进攻上党地区的完全胜利 到了那个时候 谈都不用谈 直接下令即可 江介石此番操作 就连手下人都觉得为难 哪有这么办事的 连遮掩都懒得遮掩了吗 没关系 江介石还有高论 毛泽东用什么于我们抗衡 也是枪杆子 二是地盘 你要他们叫做这两样 等于于虎谋皮 不会那么容易的 其实你们一点也不用犯难 把戏做得越真越好 但是 不得有个雷池一步 只是演戏而已 这是幌子罢了 就只是想争取时间 试图用战场上的压倒性胜利 换来谈判桌上的说了算 奈何 江介石高估了阎西山 甚至高估了自己的所有军队 文贝先生以封建割据 在比利中国共产党 是根本错误的 我不能说你无知 起码是偏见 他脸上明明带着笑 温文而哑 但这句反驳怎么听 都像是家长教育孩子 老师教育学生 偏就霸气十足 如此场合 我不允许你如此认知 不说你无知 那是我的修养 说你是偏见 那是给你面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 你这句话说错了 你必须认 根据蒋介石 给出的明确指示 对方甚至要求 我们交出所有地盘 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 奈何对方偏就 遇到了周公 刚一提出要求 便被狠狠地教育 地盘的问题暂且搁置 对方就打起了军队的主意 也没有必要存在吧 那你们国民党的军队 为什么要存在呢 那不是国民党的军队 是政府的军队 国民党 没有一兵一卒嘛 同样 共产党的军队 也是人民政权的军队 文白先生 这样人事问题 恐怕有事无补吧 抛开问题的关键 偏在归属权上 刷起了小心字 唯独指挥权只字不提 面对无理要求 面对撒泼是蛮横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最为妥当 周公淡然 轻松反驳 然后再紧接着追问对方 在这种问题上 抠字眼有意义吗 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心里没说 争取主动权的最好方式就是进攻 而进攻的最好方式就是发问 而且还要执击问题关键 这个理由不成 对方只能换个方式在世 中共极令无一兵一卒 国民党也不敢进攻他们 反之 中共军队再多 也不可能打倒国民党吧 面对如此说法 最简单的反驳方式就是 既然我们保留军队 对你们毫无威胁 那你们怕什么 当我们来听一下周公的反驳 用事实说话 用曾经发生的事实 用正在发生的事实 有力还击 狠狠打脸 直接了当揭开对方的丑恶嘴脸 如此反驳较之最简单的反驳方式 优势何在 如果对方是问句 我们以反问反驳 针锋相对 但如果对方直接陈述观点 切不可转移反攻方向 否则就算驳倒对方 前提也是承认了对方的观点 如果按照第一种反驳方式 那就相当于承认了对方声称之 不敢进攻 不可能打倒的说法 但这种说法并非事实 那就只能针对说法 反驳说法 用事实说话 周公之语言艺术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这叫平地一声雷 我叫他轰炸广岛 还是平地一声雷的号啊 过几天 我们两道灰台的拱包一拱布 也是平地一声雷啊 艳琴 尤其是如此背景 如此人物 这顿艳琴压根就不是冲着吃饭去的 这是考验大智慧的时候 轰炸广岛什么意思 马后炮 真正需要抗日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毛泽东坚持 这道菜就叫平地一声雷 抗日已经结束 视线应该转移回来 先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与民生机 才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一道菜 一个菜名 便能看出格局的不同 败了就是败了 记得找找原因 而不是整日怨天尤人 追溯什么悔不该当初 大家都不要拘束 谈判桌上是对手 谈座上是朋友嘛 希望我们在任何场合都是朋友 周公此言脸上虽然带着笑 而且语气也非常友好 但实际就是在发出抗议 除了谈判桌和餐桌 还有什么地方属于任何场合 战场 就在此时 就在蒋介石大搞宴请的时候 严西山正在调集军队进攻我上党地区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待客之道 对待朋友的方式 蒋介石听出了周公的不满 随后便和毛泽东有了一次交谈 注意不是让步 而是进步 高高在上的姿态 掌控全局的模样 嚣张跋扈 只是蒋介石总算说了一句良心话 我们的让步就是立国立民 但你们又干了什么呢 或许延西山触动三个军 大举进攻我相当低迟 这是活生在谈判当中 我看不能借实为陈一吧 也不能叫做立国立民吧 打脸了不 觉得羞愧难当不 我们不断让步争取立国立民 而你们却在大举进攻破坏和平 何谈的诚意呢 立国立民 在你们这里就是一句口号而已 蒋介石还能说什么 唯有赶紧摔锅 周公刚才的抗议 蒋介石到底听懂了 但人家回应问题的方式 着实令人叹服 先是不信 表明自己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更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继而是生气 不但不知道 不但没有打算 甚至还对这种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 然后再给予完美的甩锅 纯属个人行为 希望你们不要误会 更不要怀疑我的和谈诚意 只是 延西山毕竟是蒋介石的下属 如此解释未免太过潦草 那就只能再多说几句 甚至用自污的方式来追加可信度 反正就是想要强调 延西山的进攻行为和自己毫无关系 但这句所谓的解释 反倒让毛泽东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用来反击谈判桌上的无理要求 简单两句话 正式回应了蒋介石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既然孩子不听话 你又管不了 那我替你管 打疼了 打哭了 你可不能互犊子 小树得砍 孩子得管 不能惯着他不给委员长面子 更不能惯着他破坏我们的和谈 再者 你们内部的政令军令之统一都无法做到 你是怎么好意思统一我们的 不是让外壁先安内吗 好好检讨 好好整顿 然后再和我们谈什么统一吧 再一次被逼到墙角 蒋介石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只能赶紧亮明态度 任凭自己身处的巴掌 打了自己的脸 对此事 我一定要从严查处 认知你该相信我 我总不至于又请你来 又使手段的吧 蒋委员长客气了 你可太至于了 口是心非才是你的本来 阳凤阴为才是你的模样 只是小伎俩哪能抵得过大伎俩 小手段怎能赢得了大格局 光明已然逼近 阴霾必定散去 明星所向你都敢公然违背 那就只能输 而且还是一输到底 明星所向你都敢开心思考